好,这里呢,我们接着完成这样子的一个陶罐啊 在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绘制当中呢 我们已经给这个陶罐呢,相当于是上了一个固有色 相当于上了一个固有色的明度 固有色的明度,这里呢,我们是这样子的角 然后呢,我们这里呢,开始给它绘制一个,给它绘制一个颜色 那么同样的呢,按照之前的一个放色方式呢,注意这里啊 我们在,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柔光的上色方式啊 采用一个柔光的方式,好,柔光的上色方式 叠加一个颜色,那么这个颜色现在上上去呢 整个的一个颜色呢,是一个比较饱和的一个状态 整个颜色上去是一个比较,饱和度比较高的一个状态 好,那么我们可以再刚刚去调整了,这里呢,我们调整一下 保和度,调整一下保和度就可以了 也可以将明度呢,进行一个调整 好,然后呢,我们开始啊,再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又去整体的来绘制颜色 好,然后呢,我们开始啊,再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又去整体的来绘制颜色 是一个市场均详,可以将旧屏前进行 好,然后再来吃吧 好,那么呢... 蜗,就像你来到了 很久的,没有没有 你感到有没有 那么,很久的, 好 they were 好,太好了 这个呢我先将整体的一个大色调化进行一个调整 注意我们在调整这个大色调的时候啊 一定要找到我们所画对象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一定要找准 不然的话呢 你的这个画的东西呢 那如果画出去了 实际上你就破坏了你这个形状了 如果你画出去的话 破坏了你这个形状了 这个形状了 好,它的颜色是有点偏青色 是有点偏这个颜色,它的亮部 那么之前我们找的这个亮部的颜色就有问题 不管关系,颜色我们可以慢慢的来改 因为这里呢,我们本身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绘制 这个所谓简单会者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写生开始 纯粹的一个零模开始,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参考 相应的也有一个参考 所以说呢,在改颜色的时候也还是比较简单 一些颜色,全面的食材 好了,我们先给想量率一下 现在是比较小的,我们先给吃点 好,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先要做一遍 实时计划,是做一遍 就行的, dream的 这个不应该把手放入 所以,我们还要做一下 是的,我们正确的 这是比较桶子 这边就不要凶完 这里,不错 嗯 好 好了 可以 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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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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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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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颜色呢 相对来说呢 复杂一点 因为它 大家在画的时候呢 你们可能会注意到 有些陶冠 本身它会 有太多的一些反射的因素 那么如果要 我们要把这些 陶冠的画的 尽量显示的话 那么一定会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就是说 我们在画的时候 的这个反射的因素呢 也是一定要考虑的 我们在画面下来说 寫實作為我們描繪這個 對上的第一要素的話呢 那麼其實也會變得相對來說容易一點 寫實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只是需要像這個方式呢 是一個照片寫實的一個方式 那麼我們呢通過這樣子的一個訓練呢 其實呢也是在快速的學習鞏步一種繪畫方法 快速學習鞏步一種繪畫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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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有了整體的一個大的色調之後呢 好 我們開始對這個局部啊進行一個繪制 開始對局部進行繪制 並且在編繪制的時候呢 那邊去做背景的這樣做背景的這樣子的一個繪制 好 因為 好 背景對這個我們的整個造型來說呢 是比較重要的 比較重要的一個環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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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這裡的反光 現在整個的一個畫面其實還是比較花的 不過沒有關係 隨著我們的進展深入 慢慢的整個的一個畫面效果就會隨之被改變 在我們繪畫過程當中呢 我們會經歷很多個不同的階段的畫面呈現 但是每一個階段都需要我們去進行一個主觀的調整 主觀的調整 如果我們沒有把它調整好 那麼畫面到最後就會 表現出來的效果就不是那麼理想 畫面表現出來的效果就不會特別理想 當然 我能看這幾個 來... 我可以看這幾個 讚 好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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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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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